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最近我们在分享到施洗约翰 这个人呢 神对他有一个生命的计划 他要成为为弥赛亚 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人 而这个计划呢 不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走一走想说 我现在好像这里缺一个什么东西 来来来 我再来想想 那找一个什么人 我要找他来做这个事 不是 他在创世之前 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 将来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 他要承担一个责任为弥赛亚预备道路 圣经上怎么说呢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者说 看啊 我要猜浅我的使者在弥赛亚 在弥赛亚的面前预备道路 先知以赛亚的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 就已经提到了 但是你知道 以赛亚的那个时代 距离施洗约翰出生多少年你知道吗 超过五百年 五个世纪 超过五百年 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前 在先知旧约里面 已经就写到这件事了 而且后来到了新约里面 就是很清楚地讲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就是施洗约翰 神不是走一步做一步的 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在从创世到基督再来 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在那个完整的计划 好像一个一千片一万片 一亿片的拼图当中 有一片是你 然后你被定规要放在那个位置上 有一片是我 我也要定规放在我们的位置上 昨天和你分享 以至于我们的一生 不要忙忙碌碌 什么都做了 就是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因此我们必须很认真地 来到神面前跟神说 我要知道 什么是你对我的计划 我愿意 我愿意 不是知道了才愿意 而是当你愿意降服 说主我就是相信 你对我生命那个计划 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你愿意进入神对你生命的命定 神就会带你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命定 然后一步一步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清楚看见 有的人是不知道神对我的计划是什么 但是也有的人是不愿意 我不愿意 比如说谁 旧约的先知 约拿 约拿不就是不愿意吗 他非常清楚知道 神要他在里面宣告一个悔改的信息 他非常清楚知道 但是他不愿意 他跑掉 跑到他失去 而结果呢 有一种结果就是 神怜悯他 神用各样的方法挽回他 他都跑到他失去了 结果神就让风浪 然后大鱼 然后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去 然后他悔改 神用那么大的功夫 把他挽回回来 但是也有一些人 一再地拒绝 最后就从神对他的计划里面出局了 比如说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做扫罗 神设立的王是扫罗 可是他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然后他就被换掉 然后这个祝福就进到大卫和他的子孙人里面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不是不知道 顺服 神会带你越来越清楚地知道 知道了之后 你愿不愿意跟主说 我在这里 我愿意 请使用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